来看到有男子游戏玩书了 竟然呛瞎说要学郑洁 结果吃上了刑则 新北市有一名工厂的作业员 他玩卡牌游戏玩书了 竟然就在直播主的这个影片底下留言 说要学台北捷运无差别攻击的凶手郑洁 而是想要挑在这个跨年夜的时候呢 来炸101 由于实际太过敏感 怕引发恐慌 警方立刻寻现歹人 将他以恐吓公众罪移送 台北区行道的远警 大动作跨辖区 拿搜索票到新北市土城歹人 警方进门的时候 嫌犯就坐在电脑前 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出法 玩家年龄层分布广泛的网路卡牌游戏 直播主的频道也有介绍过 白天在工厂当作业员的32岁朱姓嫌犯 回家就窝窝在房间玩游戏 没想到就因为玩书了 被其他网友辱骂 就在影片底下留下恐吓字眼 说要模仿七年前 郑洁在台北捷运随机攻击杀人 时间和地点还大剌剌公布 选在101跨年和总统府升旗 直播主马上发现立刻就报警处理 警方仔细检视嫌犯的电脑记录 果然发现失证 这个网路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视为实体空间 在这个公众公开得以浏览的网站或社群 模仿杀人或恐吓公众为安 就已经违法了 虽然嫌犯的住处没有发现爆裂物或是刀蟹 但不管是用留言或是寄信社群网站po文 因为他在网路放话说要仿效犯案 就可能涉及刑法的恐吓公众罪 最重可除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还是新闻红沛华张兆元台北报道